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7日发表声明 指出北京对香港民主进程的不断无情攻击 已经破坏了香港立法会 使其成为一个没有实质反制力量的橡皮图章 美国国务院要追究这些行径无耻鲁莽行为的责任人 将制裁14名制定通过实施港版国安法的中共人大副委员长 同一天根据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第13936号行政令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14名副委员长的名单是 王晨 曹建明 张春贤 沈月月 吉炳轩 爱丽庚一鸣八海 万厄乡 陈竹 王东明 白马赤林 丁仲理 郝明金 蔡达峰和伍维华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措施将包括冻结资产和金融制裁 中共人大6月底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 授权港府推行反一国两制的镇压异议人士 损害香港自治的政策 港人的自由权利进一步被钳制 美国对中共侵蚀香港自治的制裁 目前已升至中共副国级高官 中共人大委员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 尚未被美国纳入制裁名单 而早在今年8月 川普政府已经对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现任和前任警察局长 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理由是他们在镇压民主运动 遏制香港人自由方面助纣为虐 另外12月7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法案 将简化香港人暂时赴美生活的程序草案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